台湾天宫二型飞弹除了天宫二B型飞弹外 居然还有天宫二C型飞弹 它的性能如何 又与天宫二B型飞弹到底有什么差别 今天火力军就来为大家揭晓 关于这两款型号的天宫二型飞弹 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传闻了 只是一直未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信息 来证实这两款型号的天宫二型飞弹是否真实存在 因此很多人对其产生了质疑 所以火力军搜寻大量资料 来为大家解密这两款型号飞弹 首先是天宫二B型飞弹 这款型号的天宫二飞弹首次曝光是在2007年 23号兵棋推演中才透露出一些线索 而这次演习也是不同寻常 在本次演习中 台湾首次模拟了战略反制武器 这是历届汉光演习中所未出现的 从这就能看出这次演习的非同寻常 而在演习中 台湾模拟使用了巡异飞弹 短程地对地飞弹等反制武器 进行源头打击演习 其中就有天宫二B地对地飞弹 该型飞弹与刚测试完成的 雄风二E巡异飞弹配合使用 进行源头打击演习任务 而这也才让人们确信 传说中的天宫二B型地对地弹道飞弹 确实存在 关于这款型号的天宫二B地对地弹道飞弹的性能 据公开资料查询 天宫二B飞弹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射高可以达到140公里 在动力系统上采用的是双截式固定火箭 虽然速度并未公开 不过据一些消息推测 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近5马赫 它制导方式虽然台湾并未公开 但这款型号的飞弹 是依据天宫二型飞弹为基础研发的 在制导技术虽然有所改进 可在制导方式上 依旧采用天宫二型飞弹的雷达导引与指挥导引 不过却是对其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升级 让它的精准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这些改进是台湾以天鳄计划 交由中科院进行更新的 并要求新型的制导系统的误差范围 缩小到三公尺内 这就可让天宫二臂飞弹 执行一些精准打击任务 除了在精确度改进外 中山科学院还为其提升了弹头的威力 这让它的杀伤性更加的强大 关于天宫二臂飞弹的部署 据台湾一些消息称 将在未来秘密部署到澎湖地区 让其成为台湾反制武器的中间力量 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 这款天宫二臂飞弹 除了可以执行一些精准打击任务外 还可用于防空任务能拦截一些弹道飞弹 在作战性能上非常的优异 天宫二臂飞弹已经确认真实 那天宫二C型飞弹 它是否存在呢 毕竟它要比天宫二臂飞弹还要保密 直到如今 关于它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 也是如此 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天宫二C型飞弹 毕竟有关它的新闻太少了 所以火力军结合大量资料来分析一下 这款天宫二C型飞弹的一些性能参数 据推测 天宫二C型飞弹 它的射程可以超过500公里 具体可以达到多远就不确定了 但不会超过1000公里 因为有关消息透露 该型飞弹在类型上是属于短程弹道飞弹 而短程弹道飞弹是种射程不超过1000公里的弹道飞弹 所以天宫二C型飞弹身为短程弹道飞弹也不能例外吧 所以大多人都在推测它的射程在500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 之所以确定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是因为天宫二C型飞弹是以天宫二B飞弹为基础进行研制的 所以推测它的射程即使不远超天宫二B飞弹也不会弱于它 至于天宫二C型飞弹在技术上能否赶超天宫二B飞弹 据查询的资料 天宫二C型飞弹很可能使用了弹头与弹体分离技术 使用这种技术可以减小弹体对导弹的影响 有利于提高它的精确度 另外的改进就是它的寻标头 这种说法是基于天宫二B飞弹推测来的 毕竟天宫二B就是改进了天宫二的寻标功能 以及射程距离而产生的 至于天宫二C是否还有其他改进 这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天宫二型飞弹相比一型与三型天宫飞弹 保密性太强了 对此只能让人对其浮想联翩 所以大家对它的存在产生质疑也是正常 不过这些质疑生在见到台湾部署天宫二B后 就逐渐的弱小 越来越多人相信台湾存在天宫二C飞弹 毕竟天宫二C与天宫二B型飞弹 同属传说中的产物 如今天宫二B型飞弹浮出水面 这不就另向的表达出天宫二C型飞弹是真正存在的吗 而且有消息还称 天宫二C型飞弹已经少量生产并部署了 很有些部署到了台湾北部某处的天宫飞弹基地 也可能有少量部署在马祖东引的地窖垂直发射基地里面 将与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空飞弹混合搭配 虽然到现在这个消息并未得到证实 但对于它的可信性还是非常高的 至于天宫二C型飞弹与天宫二B型飞弹的差别 那就是在作战部署上了 据目前的信息可以看出 天宫二B型飞弹将会类似于爱国者防空系统 属于机动防空武器 天宫二C型飞弹则是类似固定式防空系统 主要隐藏在地下由导弹井所发射 不具备天宫二B型飞弹的机动性 这也是目前所知的最大区别吧 关于天宫二C型飞弹是否真的存在 火力军表示极大可能是真的 因为从火力军所查询的资料来看 台湾具备研制该型武器的实力 早在1970年中山科学研究院 就开始钻研地对地飞弹技术 并拥有多个关于地对地飞弹研制的计划 例如其中的清风天马以及迪径 其中清风飞弹计划是最先研制的 于1981年汉武演习中首次亮相 关于它的性能如下 清风飞弹弹体全长6.15公尺 翼展1.4公尺 弹径0.56公尺 最高速度可达到3马赫 有效射程在60至130公里 这种性能在当时虽然不能说名列前茅 但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天马专案则是在清风专案开始之后进行的 这个专案是要研发一种射程 可以超过95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 但到了1981年 因为清风专案的停止 导致了天马计划也一同终止 也是非常让人感叹 不过从这些专案中也足以看出了 台湾D对D弹道飞弹 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技术 早已经能进行量产了 更别说如今的台湾了 所以说台湾拥有天宫2B型 与天宫2C型D对D飞弹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再加上台湾还曾在1996年 重启过天马专案 而这段时间可是天宫2进行量产的时间 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天宫2B型与天宫2C型 是否是结合了天马专案技术 而研制出来的产物 而这也就可以解释 天宫2飞弹为何要比天宫1型 与天宫3型飞弹更加保密了 所以在防空力量上 台湾还是非常强悍的 毕竟有很大压箱底的武器 还没有曝光 再加上台湾除了自己研制的武器外 台湾还采购了很多的美国装备 例如鱼叉飞弹 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而这些装备也足够台湾 用很长时间了 好了 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觉得台湾天宫2B 与天宫2C型飞弹是传闻中的武器吗 另外大家还有哪些感兴趣的武器 想要了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